Hello,大家好,我是Alysis 这个视频想分享的香港美食就是姜葱蚝 这种以姜葱的方法也是一种香港海鲜的最常见做法 就让我分享给大家如何简单的做出美味的姜葱蚝 首先我介绍一下材料 我们这里有美国蚝一罐 一些姜片和葱段 调味料有胡椒粉 糖、盐、蚝油和酱油 分量我会写在说明文里 这罐里装了四只非常大的蚝 我们先用生粉把蚝的表面搓洗 再用水清洗干净 接着我们把蚝用姜片出水 出水的时间不要太久 水微微滚时放进去煮大约三四十秒 然后捞起 并用厨房纸印干表面 并沾上一层薄薄的生粉 接着我们开一个生粉水 把刚才提到的调味料倒进去 搅拌均匀 跟着我们用油把蚝煎一煎 用中小火煎 薄煎至两面微微的金黄色 就可以把它们盛起来先 然后我们再用一点油把姜片煎香 再把葱段放进去炒香一下 接着就把刚才薄煎的生蚝放进去 并加入一点刚才开好的生粉水 我们分三次加入 每次加入煮二三十秒 最后把馅汁煮干一点就可以上叠了 我们的姜葱蚝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种做法做出来的好 外层脆香 内里软嫩香滑 大家也试试做来吃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就请订阅 我们还会有更多好吃的香港美食推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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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赐与倡等